1月7号 省委书记沈晓明就省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他强调 省属国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企业竞争力 沈晓明先后到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省农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详细了解企业思想政治建设 基层党组织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和党风联正建设等情况 他要求 省属国有企业要以党建为引领 提升凝聚力战斗力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要以党建为纽带 加强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沟通衔接 做好截队帮扶党工作 为人民群众拜实事 座谈会上 沈晓明拼指了省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情况汇报 对近年来海南国企党建工作给予肯定 并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客观分析了海南国企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他强调 要深刻认识加强国企党建的重要意义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理念 把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贯穿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 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抓国企党建绝不只是标语挂挂 红旗叉叉 关键是要解决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问题 要做到哪里有极难险重的任务 哪里就由党组织攻坚克难 就由党员冲锋在前 要完善党建工作机制 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建立健全党建责任制考核标准 开展常态化考核 推动管党制党责任落到实处 沈小明指出 做好省属国企党建 要把握好个性和共性的关系 既要深刻认识全面从严制党国企没有例外 没有特殊 也不能照搬机关党建做法 要突出企业特色 注重实际效果 要把握好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的关系 以坚持做强 做优 做大国企为目标 以解决问题为着力点 全面对标中国共产党国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实行 精准发力 扎实推动 要把握好治病和防病的关系 深刻汲取国企腐败案件教训 举一反三 以案促改 明确防控措施 建设一支清整廉洁的干部队伍 要把握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 以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 推动企业脱胎换骨 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力顺中央再穷企业党建工作责任 落实好地方党委的属地职责 省领导李军 孙大海 刘平志参加调研